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玩笑说 应该就是从想锻炼身体开始吧 我就是平时喜欢动来动去的 然后喜欢去学习一些就是跟动有关的 我理解的道理应该就是双手着地 然后用肩颈的力量把整个人的身体支撑起来 人倒过来 立起来 有帮助 就包括我们拍打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替身给我们做模仿动作的时候 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说想上去自己来 就马上一试想展示给巫师导演看 我可以 我可以 然后巫师老师一看我 积极性还挺高的 然后就在现场不断地教我打戏打戏的 在力量上是有帮助的 先在床上吧 在床上练习 因为摔下的时候床是比较软的 还有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伏下 然后保护下去学习和锻炼这个动作 千万不要一个人在马路上 我以前就试过 想试过倒立翻跟头 就是在很硬的地板上面 想自己去尝试 就突然间想尝试 然后就摔过去了 就很疼 其实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去学习 就是屏住呼吸 然后把所有的力量和支撑点做好 因为保持好平衡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倒立它毕竟是可以练到力量 然后可以刺进血液循环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它不适合长期 就比如说你一倒立就倒立半个小时 尽管你有那个臂力都不要那样去尝试 如果身体倒过来的话 血管它可能会时间久了就会爆料 然后也会有危险 但是你适度地去做的话 会对你的血液循环 然后还有力量都有帮助 会觉得它一定是给你的身材就塑形 是分不开的 是二者合一的 当然一系列的吧 运动 健身 然后跑步 长跑 倒立和做一些肌肉的收紧 让复杂的知识变得更简单 欢迎大家关注百度百科 苗董新课堂 再会天后 冰冷卦 广ument 我就冰冷卦 你就怎么办 红豆 适合 冬 沙 冰烙 衛 云 madness 堤 滑